美国五角大楼去年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泄密案 就连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高度军事机密也一并外泄 马萨诸瑟州空军国民警卫队员特谢拉 星期一认罪可能被判坐牢超过16年 22岁的特谢拉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后 在波士顿联邦法庭上承认六项故意保留 并传输国防信息的指控 特谢拉在空军国民警卫队 负责网络防御的操作 虽然他只是一级飞行员 但是持有最高级的绝密安全时刻 他从2022年1月开始 获取数百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其他国家的安全秘密文件 去年在聊天平台Discord 向一群游戏玩家泄露这些机密信息 特谢拉后来在母亲的家被捕 当局关押他将近一年 至少不明显 其他国家训评者 你会担心的本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